总统马英九今天清晨6点半参加长庚医院主办的永庆杯路跑活动 这也是他第四年参加 更在23分钟之内就跑完了将近5公里路程 今天台北市府前广场聚集了将近3万名跑者 一起来响应路跑 马总统致辞时特别提到了长庚创办人王永庆 他生前每年都会举行5000公尺长跑 非常难得 不过今天呢 许多人看到马总统都停下了脚步来抢着拍照 还有打招呼 而现场也出动了大批的违安人员来保护总统 就怕再度发生类似上次的丢输事件